比特币昨天上涨,今天跌下来了 减半已经只能10天 有没有可能暴跌 当前的位置该怎么操作比较好 我来讲一下的话题 好,现在时间是4月9号,晚上8点半 来,我们先要探索这个理之前 先要了解 我们在几天前的上情绪是怎么样 市场情绪在前几天呢 你可以发现 我们把回放一下,让你跟人理解一下 第一次价格触摸到6.5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时市场非常多人看双顶 目标看跌至5万 或是5万附近 都看双顶嘛 右边高点逼左边低 对不对,看双顶 目标下跌至5万 对吧 当时我们在圈里面一再非常语重心上提醒 第一个,不要随意卖出 第二,如果市场大多数人 这些人注定会在价格再次突破7万时重新缺入 对不对 6.5卖出 想要等5万买 然后发现什么 随着时间推移可以发现 价格不但没跌下去 还破前高了 对不对 前高这个71700啊 也突破了 所以多数人昨天 又追进去 又追进来了 再次买进 同时卖低买高 我们在资费上来看 也是一样 对不对 昨天价格涨起来的时候 可以发现 我们的资因费率 它是有起来的 对不对 资费一度是到零零三 那一波下跌之后又往下了 所以多数散户啊 注定是在高位车就进来 下跌又卖出 是注定的 注定的 好 包含到 一再去讲到 我们在上一篇牛市中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都有 非常非常多人看空 像这边 一万八一万九 附近 看过的一万四 三万卖出 看空是两万三 但后续 你后院来看啊 你发现什么 发现在这些位置 卖出的人呢 都是卖在低点 都是卖低点 所以很多时候 你过多的操作啊 并没有太大的效益 尤其呢 我们前几天 你要说它是双顶 有没有可能 我必须说啊 有可能 对不对 双顶嘛 看空 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基本上 这样可能性呢 在我们昨天 这波上涨啊 已经被完完全全打破了 对不对 我们价格已经去 突破七万千七了 突破显高了 那当前的位置 应该怎么解读比较好啊 来 当前的位置 我来解读一下 目前呢 其实市场上 多数人看的视角是什么 你要先理解 多数人怎么看的 然后 不要跟他们的逻辑 重叠 多数人这样看的 看这样子 对不对 看一三角 一个三角收链 那这个三角收链呢 它突破了嘛 突破了 突破了 然后目前进行回踩 所以非常多人这边 做多 做多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价格 跌破三角 就会暴跌吗 我认为也不是的 但当前这个位置 我认为啊 去追多 我认为是相当不合适 因为很有可能价格往下洗 去洗破这条线 往下之后呢 再收敛 再起飞 非常常见 而为什么我认为价格 要跌破六万四啊 是比较难的 因为昨天这波上涨啊 这波拉伸 它已经把这里 这个箱体 给破掉了 整个结构的趋势啊 正在往上移 对不对 重心在上移 重心在上移 同意是吧 那目前的结构啊 你要看看这个 收链三角 可不可以 看成一个突破 回踩 可以吧 但我个人建议啊 不要这么看 怎么看 我认为价格是更合适的 看成一个 向上的三角 上方是一个水平左立位 在七万一到七万三七百 下方你能画出一条支撑线 支撑线在这边 来 这条线 那目前就在这个位置啊 做震荡 然后整个重心的往上移 即便 今天 往下打 打下来 打六万六 六万七 一样 不足畏惧 往上收敛之后 最终最终 它试别突破 突破 那这里的突破 我认为就很高几率啊 能够去到达八万以上 至少至少也是 八万以上 那这里如果说走一个三角收敛 今天这几天 它持续的位置 被压制 再打下来 这样其实更好的 代表说我们在这个结构中呢 收敛的情况 越接近末尾 洗盘越 彻底 后续的拉伸 会更顺畅 懂于是吧 好 那这里可以发现 我们看成一个收敛的话 没错 我们看成一个三角的话 我认为是更推荐 更推荐 那如果说价格真的如这样的预期 它直接在这位置 踩完之后 直接飞了 那这反而有危险 可能打下来 为什么 你看 如果说你把这里看成一个突破的话 你可以发现 它突破的当下 其实没有量的 对不对 它是没有成交量配合的 所以这里的上涨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虚 对 你看这边多头 它是没有爆量的 发现 我们整个结构啊 它依然处在一个震 在缩量震荡当中 如果说昨天突破 它直接爆量 啪 爆本起来 那我相信 接下来可能有机会 直接引出虚势了 那再来看呢 目前多头是并没有展现力量的 所有人把这个上涨 它并不是突破 它可能还在震荡 在一个更大的震荡区域中 那你或许可以换成这样子 比如说你化成一个 三角 向上 收到三角 或是呢 你把它看起一个通道 都可以 总而言之呢 这个位置要直接开启趋势啊 我认为还是有一点过度仓促 但我必须说 我目前 依然啊 完全是这个满仓的情况 并没有做卖出 如果说这里走成一个通道的话 它至少这个看的目标啊 也能到八万 八万附近 七万九七万八附近 那我认为更理想的情况是啊 更理想的话 现在这位置持续受到压制 打下来 洗盘 完成收断之后呢 再起飞 好 整体来说的话 目前 昨天的资费 下跌后 有助下修 但是还没有回复这场值 像我们之前在这位置啊 这一波洗盘 其实洗出非常非常多恐慌盘 也非常多人开始追空 对不对 这一段刚发现 市场的情绪啊 是彻底冷却了 资金费率也是完全回到0.01的位置啊 0.01%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代表市场的情绪被冷却 那就是你买入机会 在全民也有一再提醒 好 那如果说你想加入群组了解 更急操作 让你操作不要出错 可以点击我们影片啊 里面链接 discord电报群 都是免费的 换家 好吧 每日行情提醒将写 都在里面 OK 也都是免费的 好来 那盘面继续讲 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收链到末尾 那资费的情况呢 还没有完全重置 所以目前如果说 你在当前位置最多 第一个 它上涨的时候 它是没有去爆出巨量的 没有爆出巨量 看CoinPay刷更明显 对不对 它是没有去爆出巨量的 它第一个 承交到没放大 没有爆量 第二个 资费呢 也还没有完全再次重置 所以当前位置最多 我认为不是那么合适 再等一下 好 那我们再讲一下 ETF的情况 昨天的ETF 其实是 并不理想啊 对不对 可以发现 昨天的ETF 我们看一下 是并不理想的 呈现这个净流出啊 净流出 那这个净流出量呢 是我们 呃 看一下 应该是 有史以来啊 第三 多的流出 还是比较多啊 所以这位置来说 其实目前来讲 盘面还是比较纠结 那其实这边 这位置突破啊 这位置上涨 也并没有主要的 主力参与 可以明显发现 并没有爆量 好不好 我们需要看到什么 是足极放大量的 像这边 爆出巨量 拉起来 盘整 缩量 缩量 爆量出来 爆出来 涨起来 这才是突破 对吧 这才是突破 那目前的位置的话 我个人建议啊 还是等一下 但依然是看涨的 依然是看涨的 并也完全不建议你啊 牛市不做空 牛市也不要轻易的认为 顶部来了 也不要随意狂卖出 像你在6万5卖出 卖出了 现在想追 或不敢追 对不对 骑虎难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以太 以太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有走强的迹象 可以发现 昨天这个汇率啊 是有做拉针的 那这能不能持续呢 目前不确定 我主要的仓位啊 也是配置在以太坊上 我认为在牛市的过程中 到牛市的中末尾 以太的涨幅是绝对不会落于比特币的 所以我认为提前开始买以太坊 也并不是错误 因为你要抓出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汇率啊 何时会直接转强 或是确实转强开始起飞 很难抓 如果这里直接涨起飞了 哎 比特币涨不动 以太坊开始起飞 你错过了 如果说往下再跌一些呢 应该能更低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找个何时位置 像当前的位置啊 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汇率 近三年最低的位置 近三年相对低位 同时呢 可以发现在牛市中 以太坊的汇率 还有比特币的市占率 其实扮演着举足轻松的角色 当比特币市占率比较高的时候 代表市场仍然有大段的拉扯空间 代表说山寨币还没有被炒作 对不对 可以发现 就像我们的这个比特币的市占率啊 市占率也是我们近多久 近三年高位 所以目前市场觉得见顶吗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的 目前山寨币呢 也是完全没炒作 Lcoin是大面起飞 以太坊也是很弱 代表说牛市仍然有的炒 那 在进一步发现啊 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看 看比如说 看这个 哎呀 我好像删掉了 哎不重要 本来山寨币的炒作指数啊 目前还不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看比特币市占率也可以 OK 好吧 好 那今天讲差不多 整体来说的话 最后看一下以太坊价格吧 以太坊的情况来说 目前我认为也是走的 还是比较理想的 整个底部打的其实还蛮漂亮啊 可以发现 对不对 这边 右边比左边高 而且突破颈线 突破颈线 那这个位置 它能延续 还是它会往下打呢 并不确定 总而言之 这位置要做空啊 这是完全 完全不建议的 如果说接下来 这几个小说几天 出现价格 往下跌 打下的话 那也是你去入场做多机会 并不是你去卖出的时候 好吧 好 以上内容 那如果说你就想不说 点个赞 OK 注意啊 牛赚钱 不要太空 好吧 如果说你帮我们做 家群组 免费了 好 明天见 拜拜 拜拜